今天還有一個夥伴 弄到這裡嗎 對 把原唱請過來 好 張宏亮 沒摸到的那邊 起 哇塞 我們走我愛你 不是有一種情愫是 我們在一起過 因為Karen就是我的菜 對 我覺得這集播完之後 張宏亮老師會提告 是 愛的美感 心愛的心 以前有沒有迷戀過 Karen的哪一些作品 很多耶 它不管是快歌或慢歌 像不明白 才放不開你會愛 就很好聽 每一首都好聽對不對 朗朗好唱 我最欣賞它的地方是 我覺得它很自律 自律 就是它對不管是飲食 或者是運動 對生活的態度 完全看得出來 是的 很高 而且很投入 對 對 所以我 我最近也是一直在健身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這個當然是重要 不過身為一個歌手 你今天最大的壓力應該是 對 我今天要穿那個歌 你們說是很有勇氣感 其實大家都很大膽 對啊 妳們很厲害 但我今天也是 有 我現在已經在發抖的時候 已經在講 等於是在 對 而且還敢在Karen姐面前穿短裙 對 這個什麼意思嗎 我今天的服裝 太誇張了 我今天其實頭髮也不是真的 我是想要呈現當時 我接下來要唱的這首歌 它當時候原本的味道 但它味道 對 這個髮型啊 是那個《寂寞的戀人》嗎 是一首也很經典的對唱的歌 男女對唱 男女對唱 我今天還有一個夥伴 黃島之類的 對 原夥伴 你要早一點 把原唱請過來 好 張宏亮 真的嗎 不是吧 確定嗎 真的假的 沒有 太絕了 等等 太絕了 既聲線 合聲亮 誰 我當那句好 憲哥你最拿手的這首歌 這首我唱得快一萬遍 憲哥該不會是你要跟他合唱 那我們等一下會翻桌 你叫我嗎 還沒 那 這是我 先不要 真是真的 悲傷的一個晚上 來 帶來這首 廣島之臉 好久沒有看到張宏亮老師了 我第一次看到 你早就該拒絕我 好像喔 不該放任我的追求 給我渴望的故事 留下有無調的名字 你早就該拒絕我 時間難倒回 空間已破碎 二十四小時的愛情 是我一生難忘的 寶寶回應 月末倒閣的邊際 哇塞 哇塞 我們走過愛的禁區 哇塞 享受幸福的錯覺 不解了愛樂的意義 是誰太勇敢 說喜歡離別 只要今天 不要明天 不要明天 眼睜睜看著愛 總之風 重溜走 耳水曾經 不夠時間好好來愛 早來停止風流的遊戲 不夠時間好好來愛 人被你拋棄 就算了解而分離 就算了解而分離 不願愛的沒有答案結局 不夠時間好好來看 不願愛的沒有答案結局 愛恨小事 愛恨消失以前 用手温暖我的臉 為我證明我曾真心愛過你 愛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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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請大家 救命了… 張老師 好久不見 以前這個當年 你跟Karen都唱這一首 難忘的回憶 難忘這個廣島之戀 對 我們甚至都懷疑 那個張老師跟Karen之間 有一種感情的情術在 今天可以唱成這樣 不是有一種情術是 是我們在一起播 不是 你不要再認真假 撲臉… 因為為了今天特別之訴 因為Karen就是我的菜 對… 也會聊 也會不久聊到三 因為我出的她還是她 是三 對… 那我覺得這集播完之後 張宏亮老師會來提告 是 有機會 我跟你講 這種願望算是達成了 真的嗎 可以嗎 憲哥唱了 憲哥應該應該 他跟這首歌唱 他今天是用保守 對 憲哥 憲哥 給很久 給個Key 阿咪老師那個符 我們要來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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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了 撞成了 撞到了 撞到 我們 那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 對… 這是我的幸運 謝謝 謝謝 我認真唱 好好認真 不要開玩笑了 歲月七好八好 你會考慮一下 你走就該拒絕我 哇 不該放任我的追求 給我渴望的故事 留下丟不掉的名字 世界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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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你何歲 二十四小時的愛情 是我一生難忘的 美麗回憶 哇 賺到了 那個 遠過道德的邊際 我們走過愛的進去 我們走過愛的進去 享受幸福的錯覺 不解了快樂的意義 是誰才勇敢 說喜歡你點 只要今天 不要 明天 眼睜睜看著愛 總之後 總要不走 還說再見 耶 天降生 不夠時間 好好 來愛你 早該聽著 朋友的遊戲 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 來恨你 終於明白 可能不容易 愛 很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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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孫天 有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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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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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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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還好 這什麼廢話 這什麼話 這什麼話 很認真耶 因為剛剛我從這個角度看 Karen一直在看著你唱 可是你都不敢看她 她太緊張了 她害羞 一看她 我講這句話 因為聽Karen的歌曲 你如果現場聽的話 那個感動度 掉進去 是不在話下的 帶著你心愛的人 如果兩個人是 這剛開始的 或者她是你的舊愛 甚至帶著老婆 對… 已經結婚二十幾年 這一生你沒有帶她 看過演唱會 是 埋葬12月7號 很棒嘛 對不對 Karen演唱會 現場這個歌一出來 激情 激情就來了 謝謝兩位好不好 來 謝謝Karen ��urn 挑戰 正是 很多